謝謝 謝謝 憶倫 我們這個節目喔 10次你進來幫我幫忙的時候 讓我們這個節目 在介紹內容的時候 裡面很精彩 真的喔 有加分嗎 有喔 比我這個主席 怎麼比菜還好吃啊 有喔 漂亮啦 這樣就對了 對啊 今天要跟我們介紹 什麼五十五塊的好菜 好的料理呢 現在我們天氣熱 對不對 大家都最喜歡吃那個 兩順 辣麻油內 有沒有 涼拌的綠竹筍 是 讚 夏天到了一定要吃這個 來 我們現在看看 我現在這裡有三支筍 對 我這支是怎樣 你給它看 嗯 腳長大大 腳長大大 好 孫子母的這裡 孫子母的這裡很尖 然後就粗糕粗糕 喔 快快粗糕的喔 對 人... 人... 人的佛教在講 佛教在講 虛懷落骨 虛懷落骨 就是這個你看看 燉到的 人就是很客氣的 完結完結 好 粗糕粗糕的 這是最好吃的 好... 你給它看喔 來 你給它看這個孫子 孫子在這裡 你看多柔的有看 哇 白白的 對 那這支呢 這支哪裡不好你知道嗎 哪裡不好 我們注意看喔 對 來 來 它這裡的纖維就比較粗了 真的耶 人家啊 你看這個很明顯 這個毛細孔就比較大 對 還要怎麼說呢 它這個孫子要在這裡吹乾 翁翁 比較會苦 如果這支呢 比這支還要一點點而已 但是比這支還好很多 所以這支也是可以啦 這支也是通過烤的 對... 我們現在這支不好 我們先放在旁邊 不好放在旁邊 對 今天我們在旁邊五十九塊 跟人怎麼煮好料理以外 還有一個要說的 在這裡 這就是跟我們的頭部 對 這就是頭部的東西 也是裡面有關係的一個過程 你評評看 米粉 不對啦 米茶 不對 沒有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米粉 米粉是這個喔 米粉去泡去摩過 喔 難怪喔 我今天台北爽耶 來啦 我們來這裡啦 來這邊這邊 我們來這裡 現在要米粉要做什麼 來 我跟你說喔 這不是涼拌綠竹筍 就要米粉嗎 要... 要啦... 來 我現在這裡一台飯 好 來喔 我們來看我這支孫子多重 來 多重 多重你看看 220 220 220公克 要換一句話說 320就是半斤啦 320就是半斤 這支大概620左右 對 來 這支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多少 差不多啦 同樣啦 現在兩支米粉 我們現在水把它放下來 水有滾沒有滾 都都沒關係 先用水把它滾喔 對 現在我們用水沙拉 看它水滾起來 以後我們開始算時間 它如果620 你煮6分鐘 它如果10分鐘 你一支煮10分鐘 這樣客人 我知道 1分鐘就煮1分鐘 對 這樣了解了解了解 現在他要 來 這個依林 你換一湯匙的米粉糊 下來 稍微一點 不用再多稍微一點 好 來 一湯匙 好 來 要等它滾什麼都可以 不用啦... 來 我現在把它蓋下去 有什麼要放這個米粉糊 你知道嗎 有什麼 我們如果萬不行 對 有時候譬如說 剛才中間有一支孫子會熟 會熟 會熟 它會去摻那個米 喔 它可以 煮起來它有米粉糊 對 它那個底頭跟孫子底完全 都不會去燙到 喔 是這樣喔 我們現在孫子6分鐘煮6分鐘 嗯 孫子裡面這裡差不多6分鐘 7分鐘而已 喔 不都煮喔 喔 不可以煮到頭就對了 對 對 現在站在家裡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們就拿起來 對 水是不是很熱的 對 都不會煮到 要把它沾一下 喔 要把它沾一下 沾一下 沾一下 沾一下之後 沾到什麼程度 沾到你手上摸 裡面的孫子湯 整個都冷了對不對 嗯 你就掛孫子湯拿起來 放在我們便室裡面 喔 待會整鍋都冷了這樣喔 對喔 才放在便室裡面喔 對喔 喔 你現在在當時要請客 在當時要吃 你就拿出來 對 攪拌拌拌拌就好了 你吃看看 所有在湯裡面的孫子 吃孫子湯 完全都沒有跑去 現在重點來了 我知道 下皮 下皮齁 嗯 來來這一定要窩起來 來 整支孫子 孫子肉一定它的長度 是沾這支孫子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你現在把它加一塊 加一塊 加一塊對不對 我對三分之二切下去 切下去 對 整個這樣切下去 你看看 這呢 這裡開始剛好 有那個孫肉照出來 對 我們都要把它拌開 喔 是不是剛好 嘿嘿嘿 其實你要把它射掉要做什麼 這裡會比較粗 喔 這裡的纖維比較粗 對不對 口感比較壞 這裡我們要稍微收一下 這樣就好啊 這外面吃不知道要多少 這喔 剛剛要100塊以上 對啦 現在因為這個主要是怎麼說的 我們這個孫子喔 剛剛才出來 所以不用不料啦 價錢都會比較貴一點 喔 所以你看這麼簡單 自己擦擦就可以了 這五十九塊而已對不對 對 嗯 有蒸喔 有夠讚耶 喔 而且我們也可以先平衡的 平衡的對不對 對 平衡涼涼夏天到了 媽媽一定要做一把這個 涼拌綠竹筍 讚 太陽 的 很可憐 那個 是 是 最多的 是 如果